有人误解 加尔文是改革宗 那个宗派的 加尔文的教导 都是改革宗那个宗派的 但是根据我的研究 实际上大家误会了 加尔文是被我们奉认为 改革宗的神学家 但是他所告白的信仰 你去读他的作品 他所追溯的远的话 旧约圣经 新约圣经 基督的教导 使徒保罗 彼得约翰的教导 近一点的 奥古斯丁 教父们 再近一点 使徒信经 加科顿 尼西亚 亚特纳修信经 这些信仰 从来就不是改革宗独占的 只属于改革宗的东西 那是大公教会的 什么意思 各位同工肢体们 那是属于我们的财产 那不是属于改革宗 自己的财产 改革宗也没有权利独占它 我们也没有 除非我们狂妄到一定程度 无知到一定程度 认为那是我们的 那是整个正统基督教 共同的根基 甚至有些东西 天主教都告白的 使徒信经 尼西亚信经 这都天主教也告白 东正教也告白 除非我们是异端 我们不信这个 只要正统基督教 这是我们共同的财产 那不是改革宗的 所以大家千万别误会 一提加尔文 哇塞 那就是改革宗的 所有加尔文嘴里出来的都 这个狗嘴里 突不出了象牙 我们都要拒绝 这是我们搞错了 国内一些改革宗可能伤害了你 或者给你造成一种误解 可能会产生这种效果 但是据我的研究 我发现 加尔文所阐述的 是大公信仰 他所强调的始终是基督教 正统基督教 不是异端 正统基督教 他所强调的是 我们正统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 他从来不是刻意要建立一个 属于自己的宗派 标新立异的 我们独占的 不是这样 他要阐述的就是 旧约先知 新约 基督 使徒 教父们 大公 信仰们 所阐述的那个基督教 所以他忠心的要告白的 阐述的是 正统基督教信仰 结果后来追随他的人 渐渐形成了一个什么宗派 结果那些 我们是没有研究过教会历史 就把他们误解 他们所告白的 那是宗派的告白 其实那是我们的财产 所以大家不必要具有这种低处感 应该勇敢地去把它夺回来 那是我们曾经兼顾的 磐石和基础 我们的信仰 不是某个宗派独占的 蓝天 你说那是北京的蓝天 不 那个太阳也是我们东北的太阳 对不对 大家共享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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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